出爐金像影后劉瓦瑟 十多岁时就离家四出游历 参加过内地的音乐选手节目 成名之后再改行做演员 入侯18年的他笑笑口地说 自己不是特别聪明的演员 过往挪费了太多时间在等候机会上 而且可能是最穷的影后 因为我在演完第一部作品之后 我演了女一号 我们的电影拿了奖 我的起点非常高 身边就会有一些人跟你说 你之后见的角色 一定要是主角 一定要是好电影 好导演 可是遇见这样的团队 是太难的事情 我把这个他们说的话放在心里 一年两年没有实拍 然后我又觉得还是想拍戏 我想出去寻找机会 又有人告诉我 拍电影 不要拍这几局 然后 三年四年 又一起拍 中干 中干是什么 待着等待浪费时间浪费青春 堕落 当时没有钱 怎么生活 我住在朋友家里 当时也有钱 我吃饭不用钱 因为我是小朋友 我出来的时候我是小朋友 我认识的人都比我年长 他们都是哥哥姐姐 他也觉得自己平平无奇 说不上是聪明绝顶的演员 幸好拍戏时 有林家栋在他身边提点 直言说在家栋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他是真的我合作的演员里面 就是我觉得我要向他学习吧 他帮助我很多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基本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 首先第一 你为整部电影着想 而不是为自己的角色 这个是一个非常 就是他的心很宽 他的度很开 就是很大度的一个人 很多时候 我听说一些演员 他们就是比较自私 就是自己演自己 但是我很幸运 我遇见的演员都是比较大牌的 他们都很专业 对吧 那所以他们都是 我小时候听老师说的那种 戏不是一个人的戏 就是一定是要配合的 两个人好 才是电影好 才是戏好 一个人好一个人不好 这场戏一定不好看的